蒙恩典的话语 使徒醒传一章十一节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生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阿们 通过影像准备的伊玛利利唱出版的现实 和尼西馆学院的研究之后 听主任牧师的影像正道 复活的主 亲爱的圣徒们 全世界及全国之教会 各位圣徒之圣典的圣徒们 全世界通过英特网 这礼拜的所有圣徒 收看基先的各位观众 庆祝我们主的复活 打破死亡群世从死里复活 给我们人类开启救赎和永生之路的主 把所有感谢和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 想象一下 某一天 有个朋友来给你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听说有一处地上乐园般美丽富饶的国度 风衣足食能够幸福一生 我们学生们是不是更好呢 不用学习了 年轻人也不用愁就业了 因为不愁衣食住的问题 所以想睡就睡 想玩就玩 我们长老们也好啊 如果有这样的地上乐园 是不是很想去看看呢 有些人为了防止特应性皮炎 还移居到海外 但没有人亲自去过 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到达那个地方 只不过是听说的而已 能不能勾起一定要去的冲动呢 只听这样的传言 不会有人轻易决定去 但如果住在那地方的人 亲自来发出邀请 并把去的路线和方法告诉各位 各位会怎样做呢 其实大家已经朝着更美好的地方出发了 那就是正在努力进入永生和幸福的天国 安吉利家去地狱 天国与主对话的内容 她见到主后 在主面前请求 她想要生活在天国里 不愿回到这地上 既然有父母家人 也说不愿回去 如果大家去天国 也应该不愿回到这地上 像在天国生活的 既然地上 这地上是有妻子有儿女 但是呢 也会说我要生活在这里 不用回去 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是非常美丽 美丽的幸福的好地方 我们现在呢 就是向着那个目标而生活 当初大家怎么会 欣然决定走这条路的呢 那是因为大家 遇见了这条道路的先行者 就是确证天国不是虚构 而是真实存在的 属灵空间的人子 那人子就是 道成肉身降世的耶稣 耶稣在十字架上 受死复活升天 去了荣耀的天国 历史证明 耶稣降世为人的事实 人类历史以耶稣的诞生为 封为公元前和公元 而且耶稣的足迹 被记录在历史文献中 《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 仔细记载着 三年多的传道生涯 十字架受难和复活 复活以后的终记 以及升天事件 而且主让这福音 传播到的每一个地方 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彰显了惊人的神迹 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说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 证实所传的道 历史证实圣经上记载的 所有话语都是真实无误的 门徒们出去到处宣传这福音 我们的主和他们同工 因为有主和他们同工 所以有神迹随着 如果没有主和他们同工 神没有和他们同工的话 就不会有神迹歧视 却能跟随 所以有神迹随着证实 所传的道 也就是证实了门徒们 所传的这福音是真实的 就是用神迹歧视和全能做工来证实 我从开特教会开始 就一直在呼喊 怎样才能去天国地域 通过安吉利加的见证 也证实了我所传讲的话语 都是真实的 虽然是我在我国的 这个另一段的国家 我们也不认识 但是他所说的话 也是在证明我所讲的 这些证道的全部是真实的 为什么呢 他与主见面了20多个小时 那对话内容里面都出来 在他所见证的内容中 也能知道我所讲的内容 有多么正确 地狱是穿黑色衣服 地狱使者穿的也是黑色 所以我不让大家穿黑色衣服 穿黑色衣服 对仇敌魔鬼会这样控制 因为仇敌魔鬼喜欢黑色的衣服 所以在我们复兴圣会议的时候 说不要使用黑色 说海报上也不要用黑色 底色也不能用黑色 因为神不喜欢 神不喜悦就不要做 为什么做仇敌魔鬼高兴的事情呢 我们呢非常喜欢摩达拉的玛利亚 在天国是创世以来女人中排列第一 是最蒙神爱的人 通过安吉利加的见证也证实了 我们都非常喜欢摩达拉的玛利亚 是蒙神与主爱的女人 在那众多女人中 主先介绍的就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其次是童真女玛利亚 介绍童真女玛利亚的时候 主是怎么介绍的呢 说是妇人 妇人在天国 大家要知道 介绍是妇人 那妇人是在这地上 生我的妇人 是受造物 我们主是神的儿子 所有天地之差 怎么能说是圣母呢 我是说实话实说 其实圣母是偶像 除了神以外 不可以侍奉别神 只有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 在这地上 不可以有什么其他的神 除了我们神以外 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以外 没有别的神 可是就这样 我们的主以 孩子的样子 然后 人们却在圣母下面前 敬拜 求福 求吃应允 求吃祝福 不能那样 所以无论到天主教国家 还是到菲律宾 或者是洪多拉斯 我都会在数十万人聚集的时候 大胆地说 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抗议 也有许多天主教的神父参加 但也没有一个人抗议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的是事实 我只讲真实的 如果拜偶像 把人当成神一样侍奉 下地狱怎么行呢 在一个小时32分钟的 安吉利家的见证中 有30分钟讲了主所说的话 那么30分钟能说多少内容呢 是说不完的 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 只讲了要点 我们需要知道的要点 所以不能讲怎么下地狱等等 都讲不完的 要讲的话呢 需要好几个小时也讲不完 所以他只能说要点 在那里不是也说了吗 说第一是奸淫 第二是偶像崇拜者 第三贪心的人 第四说谎话的人不能去天国 第三是贪心吗 是《使徒行传》里 也出来的内容 崇拜偶像 奸淫 圣经里都记录 知道什么是奸淫吗 我们年轻人 都会误会 好像是非要与女人 有量的异性关系 才是奸淫 男人看到女人动淫念 女人看到男人动淫念 这就是犯了奸淫 犯奸淫就要用石头打死 那地狱见证里不也说了吗 犯奸淫的人是不能去天国的 所以我时常嘱托大家 要把奸淫给拔除 怎样才不会犯罪 看到女人看到男人就犯奸淫 怎么可以呢 所以要从内心拔除 那样的时候 就不会起淫念 不会犯奸淫 所以我一直在这样教导 要按照神的话语生活 不能犯罪 我时常这样讲 那里不是也说了吗 只有按照神的话语 生活的时候才能得救 主在灵的时候 是来接圣洁的百姓 不是来接没有成圣的百姓 他们会掉在七年大灾纳中 不能得救 那么掉在七年大灾纳中 那么也许有人想 到时候再说 我现在随心所谓生活 等到七年患难的时候 到灾难的时候 我那是在殉道吧 但是殉道并不容易 因为那地方是没有死亡的 不会死的 在那里没有死亡 谁在那里想制杀也不行 因为没有死亡 也不能殉道 再怎么严心拷打 也不会死的 就会继续施加酷刑 让否认住 会是酷刑 让否认住 不是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 要继续接受这样的酷刑 选的最终呢 还是无法忍受刑罚 而否认住 虽然知道只有殉道 才不会下堆 但是也不让殉道 就是这样的内容 继续施加刑罚 在那里也不死 想死也不能死 所以不能殉道 殉道很难 大家理解吗 所以不能说 我再等等看 先开开心心的生活 等到青年大灾难的时候 到那时候 再殉道 如果这样想的话 那就是太愚者了 用神迹随着 证实所传的道 历史证实 圣经上所记载的 最坏也都是真实无误的 因此 因为我们相信 主耶稣十字架的售纳和复活事件 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 所以我们的确信天国的存在 并努力进入 在世上带着复活的盼望生活 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说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碎了之人的出处之果 如此主耶稣的复活 主耶稣是复活的出处之果 那么主在2000年前 定是在十字架上 并从死里复活了 成了复活的出处果子 那么在主之前 就没有复活吗 我们主是复活的出处的果子 那么在主复活之前 有没有复活呢 有吗 没有吗 为什么不能大胆地回答呢 主是复活出熟的果子 当然在主之前是没有复活了 没有复活的 为什么那么犹豫不敢回答呢 那么以利亚 以诺呢 以利亚以诺 他们是没有死 所以不是复活 死后活过来才是复活 但是以利亚和以诺呢 是没有死 是活着被提的 所以那不是复活 看圣经主定在十字架时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 坟墓里的人还起来 那怎么解释呢 四福音书里面呢 有这样的记录 磐石崩裂 以碎圣徒的身体 多有起来的 以碎的人 是得救的人 那么藏在坟墓里起来 从坟墓里起来 怎么解释呢 他们比我们的主心死的 是主定死在十字架之前 那要怎么说明呢 请回答 问大家怎么不回答呢 所以要正确地明白圣经 不要马马虎虎的 要正确地明白 有谁问的时候 能够正确地回答 圣经里有这样的记录 主定死在十字架后 第三天复活的时候 复活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的 是主复活以后 所以主是复活出属的果子 耶稣受死埋葬后 复活重生 从而将自己作为宝贵的果子 现在复神面前 并从复神那里得了荣耀 同样我们只要 跟随先行的主的足迹 到了时候 就能结出饱满的父母的果子 现在复神面前 就像主得了荣耀 我们也将得荣耀 那么复活的初属果子 主耶稣在复神面前 结出了怎样的果子呢 下面从三个方面查考 祝愿大家都能效法旨义书 结出极品的果子 现在复神面前 放出圣明 祝愿大家 亲爱的各位圣徒 第一 复活的主 结出了顺从的果子 主清楚地知道 担当救世主使命 将会面临怎样的苦难 尽管这样 他还是顺从神的旨意 将士担当了使命 其实主有选择的主动权 虽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 但主还是选择了顺从 必须经过一番孙世俗虑 精打细算 觉得有相当价值之后 我才能担当使命 主并不是这样 权衡得失 或者是被迫无奈 才顺从的 更不是因为举手之劳的 简单小事才会顺从 而是无条件顺从了神的旨意 就像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九节后半节说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总没有是而又非的 在他只有一事 在神面前只有一事 主是怎样做到 只有事与阿门的呢 因为他完全领悟了 父神的心意 所以能单单顺从行事 亚当犯罪后 人类逐渐失去了神的形象 沦落为魔鬼的奴仆 在苦难中度日 看着这样痛苦的儿女们 父神非常悲伤 主深知神的心意 也完全感受到 父神心中的哀痛 借着我的顺从 能够使父神的心得到安慰 能够拯救众灵魂 我非常感恩 如此以感恩之心 顺从复命 主以自己的血为代价 从仇敌魔鬼撒旦手中 赎回众灵魂献于神 罗马书15 5章19节说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 任一人 罪人是谁呢 是亚当 因一人 一人的悖逆是指亚当 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那么这一人是谁呢 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照此 因着主的顺从 神得了许多义人 因着顺从 主得到了极大荣耀 虽然在十字架上受死 但因没有罪的缘故 不受死亡的掌控 被埋葬三天后 从死里复活 成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这是多么惊人的成果呢 如此主率先取范 让人看到因圣虫所结的果子 是有多么荣美 向大家也都能效法主的顺从 结出顺从的果子 从现在起 我们不能停留在 因为只有顺从才是 才不会下地狱 顺从是祝福的 神的话语 才顺从的结果 而是要成为 体贴父神心意 顺从的儿女 我们神的心是怎样的心呢 愿吗 是愿意把上好的 给儿女的 持妇的心 若能完全领悟这般 父神的心 顺从行事 就能结出全辈的果子 所以希望大家努力 单单以示和阿门 顺从神 而且还要效法神的心 望大家在凡事上 完全领悟父神的心意 单单以感恩之心 顺从而行 从而在这地上 结出丰盛的果子 得神喜悦 将来站在父神面前的那一天 以美好的顺从之果 现在神面前 奉主圣明祝愿大家 亲爱的圣徒们 第二 复活的主 结出了爱的果子 献于神 因为主 挚爱父神的缘故 结出了珍贵的爱的果子 父神猜浅宝贵的 独生子 降世为人的原因之一 是 为了让世人懂得 爱神 就必蒙神爱的道理 这真言 八章十七节 神说爱我的为爱他 肯且寻求我的 必寻得见 神也说爱我的为爱他 肯且寻求我的必寻得见 所以该隐 不该猜忌几度 弟弟亚伯 自己也爱神不就可以了 但是自己不献神 悦纳的计 弟弟献神 悦纳的计 蒙神的爱 就猜这几度弟弟 最终杀了弟弟 耶稣在这个地上担当救世主的使命的过程中 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 承受了所有苦难 耶稣做到那样的牺牲 都是因 挚爱父神的缘故 结果 他蒙了怎样的爱呢 神 嫁给他 至高的荣耀 在菲利比书二章 九至十一节说 所以神将他 就是将耶稣基督 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 那超乎万民 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唯有 靠耶稣基督 才能够得救 我们靠神的名 能得救吗 不是的 不是靠神的名 能得救 是靠耶稣基督的名 得救 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可以靠着得救 神也这样说了 除了耶稣以外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是无法得救的 我也是这样 屡次 这样教导大家 那么为什么 靠神的名 不能得救呢 如果是靠神的名 得救 那么我们的罪 是不能得到赦免的 留保谢而成为 救主的是耶稣基督 不是靠神的名 得救 那么看耶和华见证人 他们那里面是没有说耶稣 他们只有神 不信耶稣 耶和华见证人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是不能得救的 我们要分明地明确地 要知道这一点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别无拯救 复活之前和之后的主的形象 我们截然不同 耶稣在他地上生活期间 度过了极其穷乏的日子 度过了贫穷的生活 就像奴仆般 片刻不得休息 耶稣能感觉饥饿和疲倦 为背负十字架而被抓的时候 也是极其寒酸的模样 受到那些受造物的藐视和羞辱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如同现座祭物的寄生一般 被人产染的宰杀 但复活以后 却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形象 绝书不受空间限制 自由往来与 耶稣沙朗和加利利地区 而且自由进入紧闭房间的屋内 也可以吃熟肉的食物 但不是靠吃喝食物维持身体 何况升天后的主耶稣 该有多么荣耀呢 那荣耀无法用这世上的语言来表达 因为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空的 所以没有视为宝贵的 没有什么可贵的 也没有贪恋的 一样都没有 因为没有什么可贵的 所以我也不戴戒指 在我眼前眼里 那些一点都不可贵 到了天国 那么大的住所 都是黄金宝石所建造的 戴一个戒指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们爱护神 也可以向主耶稣那样 借出爱的果子得享荣耀 有时我做这样的祷告 就是觉得那个灵魂 现在这种状态一定会下地狱 不能得救的时候 我能向神做这样的祷告 也不能说是祷告 我的心呢是这样的 父啊 哪怕是我花上几亿 如果能让那个灵魂得救 我也愿意 我时常带着这样的心 如果用己意 只要那个灵魂不下地狱的话 我会准备着己 因为非常痛苦悲伤 明明看着那个灵魂走向地狱 怎么办呢 我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天国和地狱 如果他继续那样做会下入地狱的怎么办 所以我非常痛苦 哀痛 不能入眠 神就是为了让世人 懂得这一事实 才见主耶稣来到这地上 或许在世人眼里 努力爱神的人 会有苦难伴随 要除掉一切被罪恶尽染的 心里的污秽 在此过程中 也会有痛苦相伴 方刚心田 剪出食指和荆棘 开坛成好土 这一过程同样也会伴随许多痛苦 进而 作为神家的工人 若要拯救灵魂 就要在我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然而爱神的人 能承受任何的苦难 因着一个人的诚实爱神的缘故 全然恢复了神的形象 最终这人就会蒙神 致大的爱 从而得到荣耀 超过人的想象 天国太灿烂了 那荣耀之光芒 五彩冰分的光芒 那美丽的新香 一看呢 就会被迷住 看到一次天国 用世上的表现呢 就是 傻呆了 耶稣基督只看到乐园 就被迷住 直到殉道为止 那么火热地奔跑这条路 只是看到了乐园而已 为什么 因为看到了非常美丽的天国 虽然乐园是天国中层次最低的地方 但是呢也非常华丽 因此 他知道只要在这地上 尽忠 殉道就能去那美好的地方 所以呢 这是尽忠 最终喜乐的殉道 如果看到了第一层天国 第二层天国 第三层天国 天洛沙朗的话呢 会怎么样呢 因为我撰写了天国地狱书籍 对天国地狱呢 非常清楚 所以 不会贪恋这世上的 根本没有那样的心 都没有用 天国的荣耀是人们想象到以上的 是无法表达的 表达不出来 那美丽是想象不到的 我就是对大家说 我们一定要去那美丽的地方 要一起去新耶路撒冷 所以说 哪怕是牵着大家的鼻子 我也要引导大家去 所以只要大家跟随就行 我不会白白地说这话的 我会引导大家的 只要大家跟随就行 对于皮带肉身 生活在属世世界的人而言 神所加在我们身上的这荣耀 是无法理解和揣测的极大荣耀 当然等候主的再临 生活在这地上的时候 神也会让我们享受祝福 耶稣对于父神的爱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反复 鸣刻在心里 大家也完全可以成就那爱 因为可以做到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 奉才爱的主耶稣的圣明 祝愿大家能早日成就全辈的爱 从而蒙得父神极大的爱 亲爱的各位圣徒 第三复活的主 结出了盼望的果子献于神 下面给大家念一下 把耶稣背负十字架时 向父神献上的部分告白 父啊 因众人变知的心灵 我的心甚是悲苦 我的父啊 尽管这样 但我确信 所有一切的恶行 必会在父的公义和隐藏的奥秘当中 恢复善美 父啊 我知道 这只是短暂的痛苦 这事结束以后 是父神赐下的大荣耀 以及给这些人敞开的那光明之路 父啊 此刻儿子带着希望 带着盼望 带着喜乐 背负这十字架 在世人眼里 耶稣好像是 身陷在绝望中的样子 好像没有任何希望 然而就像耶稣 向父神告白的那样 耶稣的心中 却又充满了希望 希望 盼望 靠着这盼望 耶稣坚强地承担 承担了这惨酷的刑法 照着这盼望 耶稣復活升天 得了极大荣耀 而且给那些 身为罪人 原本只能死亡的众灵魂 敞开了救赎的道路 和天国的大门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说 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这话 后来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照着复活升天的主 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约翰 在圣灵的感动中 看到了神的宝座 启示录四章二节后半节到四节记载 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着的 好像碧玉和红宝石 又有红围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 又有二十四个座位 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 身穿白衣 头上戴着金冠冕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中 出现约翰通过意向 看到并记录的新耶路撒冷 神的宝座就位于天国的新耶路撒冷 有神宝座的新耶路撒冷 是在天国中最华美 最荣耀的地方 耶稣 盼望神将会赐下的荣耀 全然胜过了这地上的苦难 安吉利加的见证中也出来这样的内容 安吉利加没有说见到主的面 说不能见主面 他也这样说 是的 是不能见到神的面 见到主的面 是主引导他到那里去 但是他没有见到主的面 这是很模糊的 所以也是证明 我讲的都是非常正确的 是的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见到主的面 进入第三层天国 新耶路撒冷之前 如果说进入乐园 第一层天国第二层天国 是永远不能见到主的面容 还有我们父神的面容的 为什么呢 圣经列也说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面 在这里说的呢 还是没有进入灵的人 所以不能见主 即使主引导也不能见主面 理解吗 所以我也这样说明 我这样一一的说明的时候 才能够百分之百的理解 也成为大家的能力 完成救赎之功以后 来到天国中 最荣美的新耶路撒冷 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神宝座周围围着 二十四位长老的宝座 二十四位长老同样 也是盼望神将要赐予的荣耀 在这地上度过了美好的人生 因此得到将来 在天国坐在神和主耶稣的宝座旁的应许 主临行前 同样也给了我们这样的盼望 约翰福音十四章 二节之三节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们的主在两千年前 就这样应许我们之后升天了 现在呢 主来的日子已经接近了 很快就会再来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 我们应该怎样过信仰生活呢 我们年轻人 我们应该怎样过信仰生活呢 不要让我着急 不要让我痛苦 因为我经常要流泪 非常痛苦 看到那些学生们 年轻人 还有那些小孩子们 走向地狱 所以在那里面 那个见证里面不也出来吗 说有许多小孩子 下地狱 不是说嘛 因为电视 看电视里面的那些动画片 那些不好的 撒旦呢就进入 进入到这个脑海里 所以呢 看动画片 电视剧那些内容 是破坏家庭 让犯罪 各种经验的那些内容 所以呢 不让大家 看那些 要进入天国 所以不让看那些 让大家开开心心地 过信仰生活 多好啊 为什么不让看那些呢 因为 是会影响信仰生活 是下地狱的路 所以我阻止大家 看那些 明明是往地狱走 那样是不行的 因为我非常清楚 天国和地狱是怎样 所以 神也允许我写了 天国和地狱书籍 我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了解 天国和地狱 带着这样的盼望 越改变自己 就越能争取 进入更美好的天国 成就全灵的人 这可以进入 临近神宝座的地方 能够进入耶路撒冷 奉旨耶稣基督的圣名 祝愿大家 靠着主赋予我们 赋予大家的盼望 将来务必进入 西路撒冷父神的宝座旁 将结论 亲爱的各位圣徒 从耶稣受难 到复活升天的过程中 蕴含着人类受耕作的核心 罗马书8章18节说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 要闲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是根本不能比较的 是无法比较的 是将来我们 闲于我们的荣耀 那么有量荣耀的世界 我们当然要去到 荣耀的世界 天国 下地狱怎么能行呢 我们年轻人 这里是没有学生 我们年轻人 长老们 圣徒们 不是吗 同时绝对不要 这那些下地狱的那些事情 我所说的一点的话 也不会错的 不是在这里 不是在这个 这样证明吗 你见证的安吉利家 他不也是这么说吗 一句也不错 因为我也是亲自听 主的话语 从神亲自 就是欺减的这些话语 所以正道 所以不会出错的 如果将耕作人类 终结为两个词 就是苦难与荣耀 就像我们的主耶稣 承受一切苦难 过后呢 得享极大的荣耀一样 只要我们完胜 接受耕作的过程中 遇到的苦难 必会得享大荣耀 先行的天国之路的主耶稣 接受了顺从的果子 爱的果子 盼望的果子 愿大家也能结出 这样的果子 完全领悟父神的心意 顺从的人 至爱神的人 带着新耶路撒冷的盼望 完全更新改变自己的人 是结出极品果子的人 奉主圣明志愿大家 能够结出极品果子 永世归荣耀与三位一体的真神 同时大家也尽享荣耀 思考话语同献上祷告 众计则 和人最佳放送用这里 阿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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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影像接受主任牧师的患者祷告 把手放在疼痛的部位上 放在软热的部位上 为了成就心愿 与同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 做工在机身电视观众职上 通过烟灯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支教会 知圣殿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圆满的光 焚烧 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 五照六腑 梅根 骨结 全身神经 组织 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 赤折 仇敌魔鬼 撒旦 以及疾病 软弱 都退去 光啊 进入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完整 焚烧尽进 击退瘧疾 以及所有风吐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病均不能进入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妇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所有炎症 也得到痊愈 求父使小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肩盘 突出症 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痫 致病症 抑郁症 躁愈症 精神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 我吩咐 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 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龙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世过后遗症得以洁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烫伤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外求罪功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 中毒也得以洁净 以死的神经 细胞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重恶魔都退去 祂的重食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晃 诡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声 黑暗退去吧 光暗进入吧 求父神 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 从各种事故在阳中得到保守 度过哄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云天兵天使 煮火焰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事业工作 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于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命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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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orrect 阿们 阿们 神 4 阿们 欣 阿零 阿尔 感谢观看